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獎禮已經結束了 獎項花樂誰家,大家都知道 爭議最大的當然是最佳電影級,19歲的我 我這兩天就翻查了一些資料,突然間就有些東西彈了出來 就是在說2016年的時候,香港電影金像獎 大家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最佳電影,是頒給了一部香港人 到現在是深刻難忘的電影,大家記不記得了 十年 看回這個片段,他是最後班的,這個最佳電影 出來,就是頒獎的嘉賓 就是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 以東升 我都依氣有些印象,2016年到現在都未夠10年 對他有些印象,他說話有些印象,我是當時一直看直播的時候 拍了手掌,他一開始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沒有人肯出來頒這個獎 因為當時還未揭曉,大家都知道 呼聲很高的,沒有人肯出來頒這個獎 我捱義氣,因為其他人覺得很敏感之類 然後 打開那個信封 看見那兩個字十十十十,也都拆不出來 那就搞笑了 然後他那個致詞的 最後階段,他說了一個非常正經的說話 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以東升 鄉電影金像獎的董事局的主席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當時有一個,因為他要寫這個稿 很嚴謹地寫一個 支持的稿 整個月之前已經開始寫了 當時是一個年輕的編劇 多數都是編劇寫的稿 就問他 主席 十年這兩個字呢 可不可以在稿上用 大家知道 電影敏感,於是連帶 這兩個字都敏感 以東升 很正經地回應他 他說 羅斯福總統說過 最大的恐懼 就是恐懼本身 於是他就 看片 宣佈 得獎 就是 最佳電影系 十年 當時 耳東升也是一個 你可以這樣說 整個 電影金像獎 頒給 十年 這個之前 在這個建制的報紙 在這個愛國愛港的左派報紙裏面 鋪天蓋地 去批判這個電影 然後呢,差不多提出警告 是不可以頒 這個獎 給十年 我的理解呢,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大陸也都是 沒有轉載到這個 或者是轉播到 這個頒獎的片段 之後呢 引起一個 大批判的浪潮 嚇到這群電影人呢 鼻孔都侮辱 是2016年 到現在 十年都沒有 香港已經變成這樣 十年這部電影是一個 語言電影 當時我很記得 在戲院看的時候 我是激動落淚 覺得 香港是不是真的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就像這個語言的電影一樣變成這樣 結果 一語成慘 不幸而言重 我還記得當時 上台 去支持的人或者上台接受這個獎的人呢 當然有監製蔡廉明 當時另一個監製就是吳家良 吳家良就 來了英國 也有 周冠威 在台上 拍十年 還有其他的導演 大家都是各散東西的 有些就去了 美洲 有些就來了英國 譬如 吳家良就來了英國 周冠威仍然 留在香港 再拍 其他的作品包括 不能夠在香港上演的 時代革命 當時 蔡廉明的說法 他說 這部電影 能夠上演得到很多人幫助 觀眾 的入場 觀眾告訴他 香港 為時未晚 我感覺也是 再重溫這個片段 我記得 說為時未晚的時候 我心裡是 跳一跳的 究竟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呢 到今天如果再看回 今天的香港 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呢 香港還有沒有 得救呢 吳家良也引述 其中一個演員 說 他說 10年 還有 未來香港 香港未來的10年 好運 香港未來的10年 由2016年計 當然不會是好運 是越來越差 越來越沉淪 越來越墮落 我為何說回2016年 這個頒獎禮 頒給這個最佳電影 是10年 這件事出來說呢 當然是想對比今天 頒最佳電影給 19歲的我 我剛才說香港 這個沉淪墮落 已經不能回頭 香港的電影界 是香港的一部份 他的沉淪墮落的速度之快 是一個香港沉淪墮落的濃縮版 爾東星當年或者電影金像獎當局 這個主辦單位當年 還稍稍正常 排除萬難 頂著很大的壓力 將這個獎 頒給10年 當然這個是我昨天都說過了 經過不同的 這個所謂stakeholders 當然不是公眾 是投票出來的結果 是代表整個電影界 都是 頂著當權者 頂著批判的聲音 覺得創作自由是無比重要的 這套電影在香港 是 寫下歷史的一頁 所以他頒這個賬美 頂著壓力 到今天都是頂著壓力 不過當年頂著的壓力 是頂著當權者的壓力 今天班的獎尾級 19歲的我頂著這班 弱勢的人的壓力 頂著這班 受傷害的 這個未成年的 女同學 當年是女同學 現在不在業 的壓力 這班是弱勢 這班是很微弱的聲音 可以這麼說 好像受了傷的 像一班羊 其實在 有一個 痛苦的哀鳴 告訴你 告訴主辦單位 你不要 公開放刑 對我們已經造成了 傷害了 你不要繼續對我們造成傷害 電影金像獎當局 完全無視這些聲音 就頒了這個獎 有這個感覺就是吹呀 我有權呀 你記得我做什麼 你們吵什麼 你們有權嗎 我們 有創作自主呀 我們是電影人 你們吵什麼 那些微不足道的聲音 我們是不會聽的 是不是自成相識 我說為什麼會是一個 香港社會的一個 濃縮板呢 或者香港政治的濃縮板呢 跟現在特區政府做事沒有什麼分別 他是完全不理任何的輿論 不理任何的反對的聲音 做了先算 是不是 成為事實先算 跟那位聯合導演說的東西是不是一樣 拍了先算 剪了先算 上了先算 被人的感覺 我覺得打了冷陣 覺得很恐怖 特區政府的官員所說的東西 所做的東西 正正發生在電影金像獎主辦當局 正發生在 級19歲的我的製作人員 包括導演 監製 說的內容是 完全是一樣 那種有強權 沒有真理 完全不顧當事人的感受 不顧當事人 那個受到傷害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一意孤行 死撐到底 覺得自己手握權力 就可以任意妄為 自己做什麼都行 同樣是以東升 10年前頂著當權者的壓力 出來頒獎 10年後 你們在吵什麼 有什麼大件事 土耳其 敘利亞 大地震 死了幾萬人 這些只是大新聞 那幾個年輕人 在吵什麼 有什麼大件事 同樣是一個 異東升 當年就頂著當權者的壓力 今天就抽刀向更弱者 這個就是 是一個香港寫照 不足10年 已經變成 變成這樣 已經去到一個 沉淪墮落到一個這樣的階段 不要害怕 拍了才算 剪了才算 上了才算 這個就是聯合導演 郭偉倫 明言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這套 紀錄片 拿到最佳電影是 實至名歸 有什麼教訓得到呢 在這個爭議裡面 他是這樣說的 怎樣保護創作人的 拍攝和電影作品 吸取教訓是能夠避免重度覆轍 所以我可以繼續 站出來 光明正大地拍我們要拍的東西 這就是他的教訓 這是他吸取的教訓 他的面向 只是照顧自己 創作人 拍攝人 製作人 的權利 的權益 被拍攝那班 感到受傷害那班 關我什麼事 我要保護自己 是不是 監製 這個張遠廷這個導演說 風波令他 掉下去這個漆黑的森林裡面 一切令自己 領悟到人生 人 人生的無償 然後 這個監製王位 不舒服出不了席 他就說 越來近年越來的經歷 無可理喻的 折騰 無論是監製 無論是這兩個導演 無論是主辦當局 無論是以東昇 這位董事的主席 完全是沒有看到 這幾個月來 那個爭議 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跟特區政會官員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他覺得這班弱勢的人 而這班完全是弱勢的人 沒有權力的人 根本是不需要理會他們 不需要理會他們 他們的所謂的訴求 只不過是一顆微塵 是微不足道 不可以影響我們的大局 我們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拍了10年 那麼長的時間 歷盡艱辛 哄得好這班小女 去上鏡 你告訴我 不可以頒獎給我 得了的 跟政府官員沒什麼分別 錯不在我 責任在你 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是一個 香港 政治香港的行政 香港 沉淋墮落的一個 極濃縮版就是這個意思 很多人都勸我 對香港電影界為什麼還有期望呢 其實我沒有期望 我哪有期望 但是 我覺得慘的地方 是什麼呢 當大家 甚至電影界 或者香港的觀眾 很喜歡看電影的觀眾 對於最近 這個電影業的復蘇 每一部電影都是非常賣了 我無意 我無意去講其他的電影 有些電影拍得很好 譬如 澤路微塵拍得很好 正義回郎拍得很好 很多電影是 近年的佳作力 我無意說 一腳踩爛了 踩沉了 我都沒有這個能力 說香港電影有什麼差別 不是 我不是說這件事 我說從這個電影金像獎 頒給 級十九歲的我 去說明一件事 即使香港電影真是復蘇 即使香港電影 香港的觀眾重新入場 香港電影是有可謂的 香港電影是未死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 在這個道德的問題上 在這個紀錄片的倫理問題上 我們看到 香港的電影人 是毫無反省的 他只是為自己的電影 收得而沾沾自起 他亦都沒有 為很多的香港的電影 不能夠通過電檢 不能夠在香港上話 說過任何一句說話 這個就是香港電影界 沉淪墮落的一個 最大的 病徵 最大的表徵 他只是為自己的電影 上得到很多人看 覺得很開心 其他呢 他在這個概念來說 不拍的那些不就行 沒事的 譬如周冠威 拍了 時代革命不上得 拍一人婚禮不上得 你拍其他上得的那些不就行 他的概念對於創作節的概念就是這樣 你妨礙我 遇人殺人遇佛 殺佛 你妨礙我 拿最佳電影有沒有搞錯 現在還要尋求 給19月4日的我公開播映 沒有人能夠阻礙他 你說在香港好像在美國那樣 在美國在英國 早已經 不會在頒獎禮出現 對於弱勢的人造成傷害的一部電影 有些鄭總說這部電影很好看 裡面那些主角 很可愛 不會有任何負面的事 對他們 為什麼這麼緊張 當事人自己出來說了話 人家寫了 幾千字的 一篇文章 去解釋為什麼自己 不想這部電影 公開播映 不想對他們造成第二次傷害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 各位入場看電影的人 可不可以尊重一下當事人 的聲音呢 你覺得好看 你覺得他們 毫無保留地呈現 青春期 成長過程的掙扎 你覺得自己 這是你 用一個 傷害人家的 用一個令到人 第一度第二度第三度受到創傷的 這個代價 去娛樂自己 你明白嗎 你覺得好看就不理當事人的感受 你覺得好看 就夠了 正如這個導演 所說 我怎樣去保護我自己 創作人的自由 那些監製就說 那些批評是一些無可理喻的折騰 這就是 沒有切身處地為人家著想 尤其是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一個完全毫無 Ivalent的人 他是一個電影裏面的主角 這個 電影業沉淪墮落 是比香港社會是快很多的 這個看得到的 因為 利益的問題 這個不能夠說 所以我是沒有對他們有任何期望的 不過 拿回2016年的 班長來的片段出來 只能夠很多人都說 令人感覺到無限唏噓 也就是這個原因 暫時說到這裏 我非常支持 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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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